聚焦膜拜 緊盯神明 不同於去年 蔡總統今年開始 每次下鄉都多了一兩個參拜行程 前瞻基礎建設 要把水有關的環境都做得好 說辭和六月九號在台南同一套 但看看總統下鄉 市電半島投城視察長照2.0計畫 下午一點到五節抽水站 中間行程 應是卡了個新浮宮參拜 停留二十幾分鐘 連地方主委都建議總統多拜拜 因為除了民調直直落 一年內連丟兩個邦交國 還有人拿出唐代推背圖 點出聲我者喉者句話 推口之段 臺灣在2016到2018年 會出現新體制 是不是因為這樣蔡總統不敢閒著 從嘉義拜玄天上帝 拜到台南太子廟 在北上基隆拜媽祖 幾乎逢廟必拜 和前總統陳水扁後期行程差不多 但總統到處拜拜台北的龍山寺行天宮卻因為環保問題風如不燒香 這樣有用嗎 現在慢慢的這個煙火慢慢把它斷掉 不知道怎麼用什麼力量去幫助 讓你們這個國家的平安 拜拜真的有比較順嗎 或許忙著跟神明溝通之外 政府和人民間的溝通恐怕更重要 九國蝦洋李一璇台北報導 我給你們看